胆结石未手术案例 曾先生50岁 家住台湾新北市中和区 2011年8月7日凌晨34点 腹部剧痛 检查为胆结石 胆发炎 并被医生告知会引起腹膜炎 败血症等 建议手术摘除胆囊 患者到基金会经张医师案推后 疼痛立即消失 之后半个月疼痛两次 家人处理缓解 疼痛 可是还是受不了 所以就送去医院了 医生就做X光跟超音波扫描 还有验血 他说我胆有结石 产生发炎 发炎可能胆囊会破掉 胆子会流出来 可能会有腹膜炎或败血这样 建议我们胆囊要拆除 可是我弟弟他说拆除这个那么大事 先我们考虑一下 所以我们就没有进行手术就直接出院 我弟弟就带我来基金会这边 原先我以为是找中医 结果来是听课 我就又痛 听课我就听了一下 结果那个 医生有给我做一个简单的按摩 来 以上 不痛啊 不痛啊 好 那我们就到这里 就自从那张医师看过以后 到今天就两个礼拜 这两个礼拜就只痛了两次 那痛的时候 我弟弟就帮我推拿跟热服啊 那状况就比他没那么痛 半年后 齐家人告知曾先生已痊愈 刘洸 刘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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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